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嗎? 今天我們要跟您聚焦一個重點話題 今日主題 宣稱台灣搶走半導體就業 川普不會保台灣嗎? 美國前總統川普這兩天又成為 美國跟台灣之間的熱議焦點 因為現在正當美國在積極的聯手盟友 來防衛台灣的時候 川普卻大膽說了一個比較政治不正確的發言 川普前兩天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專訪的時候 被主持人問道 如果中共出兵台灣 那美國應該幫助台灣嗎? 川普說 他不太想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他如果公開表態 就會讓他在跟中共的談判中處於劣勢 接著川普話風一轉 批評台灣搶走了美國的半導體工作 他說 以前美國都自己製造晶片 現在有90%的晶片都是台灣製造 然後主持人強調 是90%的高端晶片在台灣製造 不是所有晶片 主持人在追問 如果中共拿下台灣 那他們是不是就有能力翻轉世界局勢呢? 川普回答說 中共如果拿下台灣 的確有潛在的可能性可以翻轉世界局勢 但是他又馬上把話風轉回來 說台灣人非常聰明 拿走了美國的半導體事業 那美國早就該阻止台灣 應該對台灣的半導體課稅 來對台灣施加關稅 好 川普不愧是傳說中的 不可預測又政治不正確的領袖人物 在美國和台灣在積極聯手對抗中共的此刻 川普大膽說出這樣的言論 就像在台灣海峽丟進了一顆隕石 掀起了巨大的浪滔和地震 那我就聽到好幾位台灣的朋友跟我說 他們以前很支持川普 怎麼現在感覺被川普捅了一刀呢? 還有台灣媒體擴大解讀說 川普如果明年當選美股總統 就不會承諾要協防台灣 還有媒體刻意用報導暗示說 川普跟習近平關係很好 如果川普當選 很可能會把台灣讓給習近平 還有親共的媒體說 要台灣的川粉該冷靜了 好 這些說法看起來都有點道理 也都是很合理的直覺反應跟推測 但是我想說一個重要的觀察 我發現 不論是在美國或台灣 很多媒體記者雖然經常報導川普或批評川普 但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很瞭解這個人 他們不但很少對川普的人生去仔細地研究與了解 反而經常是靠著大量的左派媒體的報導和說法 來拼湊出他們心中對川普的認知 所以有時候其實未必能夠真的解讀出來川普在盤算什麼 當然我不敢說我非常瞭解川普 那也不是說我是川粉 只是說剛好以前我對他的人生有仔細研究過 發現他有很多的思路跟說話的技巧 確實跟一般的政治人物很不一樣 有時也不容易被理解 畢竟他是商人出身 他經歷過無數次的商場談判和殘酷的商戰 所以他很多時候的公開講話不一定好聽 也不一定是真話 但其實背後都有著未來要跟對手進行談判的考量 同時也在兼顧大局不要破局 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對川普這次談話的個人解讀 提供大家另一個參考點 那我們可以從幾個問題來切入 第一個問題川普在對誰說話呢? 大家知道川普準備明年競選總統寶座 所以他接受美國媒體的專訪 當然說話就是說給美國選民聽的 特別是福克斯新聞是美國比較保守派的媒體 所以觀眾群就是比較傳統 比較重視美國國家利益的保守派選民 所以主持人提到台灣跟兩岸話題 川普立刻就想到當前最熱門的半導體經濟來說是 他批評台灣搶走美國的半導體工作 應該對台灣加關稅等等 言外之意就是告訴美國選民 他會重視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 會重視科技業的就業問題 這些是正常的候選人都會做的事情 對不對? 只是他講話的方式比較不中聽 比較政治不正確 不像一般候選人都會說 我們要重視半導體產業鏈 我們要增加科技業的就業 他不這樣說話 他總是會先找個對手來批一下 這樣才會讓他的發言看起來有衝突性 有戲劇性、有吸引力 聽起來才不會空洞、沉悶或者無聊 這是他一貫的媒體說話技巧 不怕得罪人就怕沒人看 第二個問題 川普為什麼要批評台灣? 大家記得吧 川普為什麼會提到台灣? 是因為主持人問他 如果中共出兵台灣 那美國應該保護台灣嗎? 但是川普只是簡短的回應說 他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他表態了 會讓他在談判上處於劣勢 然後他立馬轉到台灣 開始批評半導體的事情 其實川普這段說的是大實話 他的談判心法有個重點 就是談判的初期 盡量不去透露自己的真實意圖的目的 甚至他還會聲東極西、模糊對手的視線 目的就是要讓對手看不穿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從而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來換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你看川普很快就繞過主持人想要問的重點 把焦點轉到台灣上 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要不要出兵協防台灣 要怎麼樣跟中共過招 確實是川普考慮的重中之重 所以他不能談得太多 不能讓中共抓到太多的線索來分析 所以趕緊滑了過去 把焦點滑到台灣身上 為什麼川普不是像其他政治人物一樣 都證明說台灣很重要 台海和平很重要呢? 反而是負面批評台灣搶了美國的半導體工作呢? 這好像有點風馬牛不相及 這牽扯了兩件事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川普是講給美國選民聽的 要重視美國選民的利益 畢竟他的標誌性口號就是 讓美國再次偉大嘛 另一個原因我個人推測 應該是川普想要降低中共的敵意和戒心 先不公開強調美國跟台灣站在一起 反而是拉開了一點距離 甚至還批評了台灣 這樣的目的很可能是想要把中共拉近一點 這樣大家才能坐下來一起談判 對川普有點研究的人都知道 川普很擅長跟人互動 特別是擅長跟別人建立關係 以及把大家拉到談判桌上 也就是他會弄清楚 每個對手的心態跟利益在哪裡 然後先適度地表達恭維 投其所好 這樣才能夠把大家留在桌上談下去 而且能夠通過談判解決的事情 絕對會比通過衝突對抗來解決的成本要低 也就是和平的成本 絕對要比開戰的成本要低得多 不管是商場上的戰爭 還是軍事上的戰爭都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川普刻意拿台灣出來當劍靶 一方面是一種戰略模糊 要模糊美國跟台灣站在一起的立場 另一方面要藉此來拉近中共 來創造溝通和談判的機會 當然中共基本上是不會對台灣問題讓步的 這一點川普應該也很清楚